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个三中全会会是开完 但是真的关起门 通通都关起门来开 开完会之后所公布出来的一些讯息 有没有让中国的民众满意 有没有让全世界改观呢 先看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二号正式闭幕 但从一开始场外就很不平静 不但日前才发生天安门撞车自焚抗议事件 整个北京跟在三中全会期间全面戒严 中国经济急速累积实力 但累积到的都在官商之上 这回三中全会通过了公报 强调要进行顺化改革 不但要成立国安委员会确保国家安全 还打算成立改革小组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让自由市场扮演更重的角色 加速中国经济转型 但对场外民众最关注的政治以及司法改革 却几乎致辞不提 民众最大的愤怒 场内的高级官员们似乎还没听见 好 大家要关切就是习主席他的大位置呢 还有呢 他跟这个李克强两个人 能不能够稳稳荡荡接下去 他想改的东西能不能够改呢 当然要问赖教授 四天闭门会议 真的 中间几乎什么讯息都没有啊 出来了才公布 对 出来公布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一脸疲倦的样子 很累啊 很累的确是很累 因为这么多的重大的问题要做一个决议 所以我们看到联合公报出来了 联合公报出来以后呢 那那等非常的长 那怎么办 非常的长 然后整个公报出来以后不但很长 而且文字啊 跟过去中间就一点 就是我们有时候读起来总觉得好像绝蜡一样 但是问题就在 没什么不同是不是 有很多人读到半天就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有 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 怎么说 因为这是中共他们的惯例 这是一个刚领性的文件 刚领性的文件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确定了 从现在开始目标已经定了 2020年就是7年后 他们要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 那达到预期的目标 所以从现在开始 要到7年内 他们要做完所有的要做的事 然后要来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比较注意到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一个就是值得讨论的一个地方吗 对 以往美国有国家安全会议 台湾也有 日本也刚刚才成立 叫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日本刚刚才众议院通过 下个月日本也要在参议院里面的表决通过 可是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突然间公布 他们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那会怎么样呢 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思也就是说 习近平把这个国家安全的责任 整个都拉到他手上 以往他们有七个常委嘛 七个常委里面有一个 是我们叫做政法委 不要忘了我们上次在讲周永康 周永康他就是政法委 政法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掌管国内的安全了 好那现在你看国内的安全 还有军委会主席一定是他们的总书记嘛 好你看原来是军委会主席管军队的 一个是管治安的 是另外一个常委 可是这些东西要并在一起了 所以就是变成 集在他一个人手上的意思吗 集在他这个权力核心的手中 对国家安全掌握在手中 那为什么在那个十八届三中以后 要成立这个委员会呢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未来的改革开放在推动的时候 可能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 所以他必须要能够掌控这个 去办就对了 要触对很多人的利益 如果有什么样影响到国家安全的话 必须要能够维稳 要能够把这整个安全态势 能够稳定住 所以我们就关注到第二个小组成立了 就是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这个小组 这个体制体改的领导小组 很有可能有李克强领军的 这个小组成立了 成立的意思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他们有一系列的 这些相关的制度 法案 配套措施 所以李克强下去管 然后呢 下去改 然后呢要管的话 有安全的问题的话 在上面呢会来帮你处理 对习近平管整个政权的稳定 李克强负责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 然后贯穿什么呢 贯穿市场经济体制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会 有人可能观众会说 那老师 他们不是还讲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对 不要忘记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是一个大帽子 可是这个帽子底下里面 我们一直注意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市场机制的出现的频率 特别高 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高 意思也就是说 他们更多的回到市场机制来 所以有人就开始预测了 说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地产的泡沫 可能会挤得更快了 更快 因为它要回到市场机制 政府介入要少 所以市场目前在大陆 就是房地产飙涨到一塌糊涂 可是他们飙涨到一塌糊涂 用市场的机制一挤的时候 所以很有可能马上会发生 所以市场机制 在他们这次改革中 看起来是大乎前胜 所以我们会说 习离体制的稳定度 跟掌权很可靠 一般来讲 可能会两任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一点问题 那就要大家拭目以待来看下去 到底有没有办法改下去了 不过刚刚好呢 今天呢 盛竹吴的时间呢 也跟中国大陆 在过去一个很大的改革有关 不过呢 说起来现在看呢 就算中国大陆自己也发现 这是一看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上的今天 1957年11月13日 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 文章中最早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1950年代的中国经济成长提升 毛泽东为了发挥中国人口数量上的优势 打算用全面的劳动生产 制造大量的产品 落实社会主义共有共享的理念 所以人民日报的社论 在历史上的今天 以掀起农产新高潮为名 第一次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不过理想跟现实 总是有着莫大的差距 毛泽东认为 只要投入大量的劳动 从农产到钢铁 都能制造出大量的产能 足以超音赶美 于是许多天马行空的口号 在这个时期被提了出来 但中央订定的超高标准计划 个个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社会底层只能扶爆数据 向上级交差 顿时间中国大陆天天都是 农产倍数成长的假新闻 等到牛皮吹破了的时候 才发现所谓的大跃进 只是一场不可能的梦 中国大陆这段时间 无数被强迫提升的产能 达不到标准 又形成巨大的浪费 导致后来大饥荒的产生 估计至少有1800万 到3200万人死亡 大跃进甚至被形容成 人类史上有动机 又最致命的屠杀 毛泽东治国时代 什么大跃进大炼钢 三反五反 都让中国多次惨不忍睹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大跃进我们可以看到了 一个时代的一个荒唐 也看到了人类在这个不得已的情况下 能够有办法想尽所有方式 都要向上级交差了事的终极表现 对没有错 这个等于说生产大跃进 是当时啊 毛泽东想出来超音感美的一个口号 没错 在我们的相声这一页 我们来说相声里面就有啊 说他们种出了一个 1380公斤种的冬瓜 没错这么大的冬瓜 怎么吃啊 没错 不过现在实现了 实现了 现在因为基因改造DNA 可以做这么大 那个时候我还有看在军中 我从事情报工作 我还有看过那个照片 宣传照片 这么高这么大一个冬瓜 那怎么做出来啦 很简单就把它放大 在底片上就把它放大就好了 原来如此 就把它放大这样就好了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 那个生产大跃进是非常可怕的 那为了创造这样的可怕 他们有几个很特殊的一个 为了要宣传嘛 是有非常特殊的 其中一个就叫做扫除文盲 当时在1958年8月7号的人民日报 有一个扫除文盲 他有一首诗啊 叫做羊儿探 儿者长儿也 天风吹过月宫旁 传来人间读书声 长儿听了泪汪汪 只有我还是文盲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只有长儿是文盲 在中国大陆这块地块 所有的人都会读书 到处都在念书啊 对啊 长儿阴悔偷灵药 为什么 因为到今 至今仍然是文盲 只有他是文盲 跟那只兔子是文盲而已 其他人都会读书了 大家都会有书念 那为了要 为了要宣传说 却有此事 1958年 中国厉害到什么程度 甘肃 甘肃在你想象中西北嘛 就蛮荒凉 比较荒凉 那个时候更荒凉 在1958年那一年 甘肃宣布全甘肃市 没有一个文盲 大家都会念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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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的感觉 也不是很复苏的地方 安徽的一个县 它那时候已经开始 实施所谓人民公社 安徽其中一个县呢 十个人民公社呢 在一个礼拜之内 创造了500多所的大学出来 总共有十万多个人 全部是成了大学生 所有人都大 那不是跟我们 这十个比我们厉害啊 真的啊 我们是6分 7分才上大学 他是0分都上 你知道吗 我们曾经也有意义啊 因为那十所人民公社的人 全部成了大学生 都是大学生 在安徽的另外一个县 对不对 刚刚讲还花一个礼拜 才创造了500多所大学 在安徽另外一所这个县 县里面呢 两天之内 成立了300多所大学 两天300多的大学 然后呢 总够呢 几乎大概县里面呢 比如说有40万人好了 里面有大概2 30万人 全部是大学生 那他大学怎么成立的 对啊 那两天或一个礼拜 那大学怎么成立 简单啊 为什么呢 你们那个这个地方 县城里面一定有小学嘛 至少有小学嘛 马上升格啊 就把两所小学并在一起 然后就变大学 然后就变大学 那要不然就把两所小学并在一起 学校里面就发昏不同的区域 就从幼稚园小学中学 然后一直到大学 全部都有成了一个超级大学校 没错 厉害吧 可见当时为了要扫除文盲这个口号 他们进行的多厉害的一个行为 真的太离谱 对没有错 那你相信吗 没有人相信 你相信是谁相信 宣传就是这样的宣传 当时宣传就大家都闻名 大家都不是文盲 然后所有的人全部都是大学生 1958年开始到1960年两年间 所逮捕的人超过他们从国民党手上拿到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十年之间所有的人数你知道吗 超过 那不全部人都被抓了 我们再举安徽省一个现行 又是安徽省 他本来前一年是逮捕了大概8000多个人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他们有业绩压力 有业绩压力 当时分辨给他们的业绩压力是要逮捕45000人 那本来一年逮捕8000个人 那要拜托人家去犯罪啊 不是拜托人家犯罪 直接就说你犯罪 在路上抓到就关了 就说你犯罪 总共他们的业绩那些干部呢 那些所谓的匪干呢 表现非常好 总共逮捕了十几万人 你知道吗 那所有人拍拍手啊 你这么厉害啊 逮捕了十几万人 那逮捕了又怎么办呢 那你就去关 或者是发配边疆勞改 其中最特殊的是 有些人因为可能是走在路上 什么事都不知道就被抓去了 就被抓了 抓去以后呢 那个转来转去的 因为当时强调 他们强调说反正先下手一把抓 然后呢到时候审判再分家 什么意思 有三长是同一长 什么意思三长 这个公安局局长 负责抓人的 抓人的 检察长 负责起诉的 对不对 然后法官庭长 法官院长 要负责审判的 这三个人是一个人兼任 所以保证非常有效率 因为只要我抓来一定派行 一定劳改 因为同一个人 我要抓你之前 我管你是东西 哦原来是真的有很多荒唐事 那个时候呢就被形成了 全国都在做这种吹牛比赛 跟这种数不清的作文比赛 刚刚来宾就有提到了 这个很经典的相声桥段里面 也有一个很经典的段子 也是在讲这个大要件的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好离谱的要求 好离谱的要求 做不到 没有关系 但这段时间证明了 中国大陆的人民 实在是太有创意 太有才了 因为想出了很多经典的口号 创造了很多经典的歌曲 肖诚哥 对没有错 刚刚我们瑞德兄讲那个 长儿旁边那只兔子 在大要件的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确是个文盲 他后来之后呢 经过这个共产党 这样子的努力之下 这只兔子 为整个国家的发展 做错重大贡献 他做错什么贡献 大要件完了之后呢 他开始会念猫鱼路 所以他会念书了 真的 那么厉害 当时大要件的确有很多 奇奇怪怪的口号 那我以前早期的时候 在跑大陆新闻的时候 其实的确也听过一些 很好笑的东西 像他们有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天大地大 没有共产党大 爹亲娘亲 哪有毛主席亲 所以毛主席亲 最伟大 这很感人 也因为这个样子的话 在共产党的这样子 无所不能其他之下 就创造了很多奇迹 像例如什么呢 他们讲说 你看他们一亩的 种的稻子有没有 超过十万斤 哎呦 一亩就十万斤 在台湾有没有 你一亩大概了不起 就一千斤而已 你看人家是几倍 那我们真的生产不过人家 真的 怎样都输了这样 人家1.5分钟的时候 就可以办一个工厂 什么厂不重要 就是有工厂就对了 有工厂就对了 铁铁哒哒的话就可以 两块钱可以办一个工厂 你有没有发觉 厉不厉害 怕了没 超怕 是嘛 还有另外的话就是 他们也开始在算一些东西 叫什么 当时的事是毛主席亲 毛主的亲 有没有 各个地方政府要求表现 那表现什么东西呢 我竟然办厂办不过你 对不对 我们生产冬瓜也没有比你大 那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 比抓狮子 抓狮子 抓臭虫 它就要动员 它整个河北那边就有一个地方 像是捕蚊子 是一个线有没有 就开始有没有 发动有没有 说欸 这样也可以上报 我们大家要拼 拼什么东西呢 把所有的狮子跟臭虫 有没有 通通抓起来 我抓了五万只老鼠 我上去也是捷豹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有 要有成绩的 要交出来的 如果你没有抓到 你相对的一个分量的话 有没有 怠惰的话 你可能就是反革命分子 要劳改 你可能反革命分子 你可能要劳改了 另外的话有地方就是抓老鼠 那里面话讲 所以它这边的话 有很多的所谓的经典口号 你看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肥猪晒大象 猪都变成大象 怕不怕 超怕 超怕 连大象都怕 真的是 看到会下晕 搞了半天还是只猪 光是想口号 可以想这么多经典的口号 那些人都无聊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呢 你不许想这些口号的话 他可能就看不到明天太阳 真的啊 还有人家讲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对不对 新社会就把鬼变成人 多强啊 太有才了 是啊 太有才了 一天等于20年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这个就比较有点 不是很压抑 但是又太夸张了 一天就是当20年用 当然就没有错 所以就看这个样子 有没有有那么多 你想想的话 这个蚂蚁啃骨头 有没有 茶壶煮大牛 没有机器 也照火车头 所以伸不出来 但是都很有文采 当然是文采 所以你知道 在当时大妖精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 这不只是他整个的 有没有 国家的整个都大妖精 连人的思想都大妖精 也都大妖精 马上有没有 突飞猛进 马上超音赶美 没有错 但是我们就想说 那个时候虽然资讯 不是那么发达 是其实很不发达 但是看到每天 都传出来捷报 每天传出来的资料 都是这么离谱的一个数字 上面的人 都不会觉得怪怪的 这就要问賴教授 你觉得他 到底什么时候 毛主席才发现 这个事情才拼了呢 一直没有发现 一直没发现 有很长的时间 因为他很 其实当时 毛泽东在做这个的时候 有先有一个 记不记得我们 有百花齐放的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的 双百方针的时候 就是引蛇出洞 不是把知识分子都 打到打得一塌糊涂吗 所以那时候知识分子 变得没有人敢讲话 所以报纸也没有人敢讲话 知识分子不敢讲话 那么官员也不敢讲话 可是事实上 大妖精走到一半了以后 其实已经出问题了 那么例如说大妖精里面最有名的 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土法炼钢 那你要炼钢 那他们是按照 计划经济体制分配的 每个省 每个县 每个市 都要分配炼钢 可是你没有煤矿 没有铁矿 你要怎么炼钢 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炼 所以他们就是土法炼钢 自己造那个砖窑 土法炼钢 那你土法你要炼钢的话 你要有材料 造窑的话 那个砖窑怎么办 就从古城墙里面拆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那时候 伤害的不少 第二个呢 你没有煤怎么办 就从森林里面来 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一些现象 原来中国的古城墙 事实上是有水土功能的 有这种环境保护功能 你把它拆了就完了 对 现在北京这么严重的问题 都跟那个时候有关 土石流产生了 还有这个沙漠 农地开始沙漠化 显化的问题 好 这些现象 其实已经有一些官员 暗示毛泽东 毛泽东都不相信 因为他每天看到 听到的都是歌功颂的 都是捷报 都是捷报 然后看到了到处插红旗 因为你完成一个指标 你就可以插一支红旗 插满了红旗 对 就到处插满了红旗 毛泽东心里面 开始有疑问了 开始有疑问以后 他就要去视察 那毛泽东不坐飞机 他喜欢坐火车 从北京开始视察的时候 那他们的地方官员怎么作假呢 就他的火车开到哪里 那因为毛泽东喜欢坐火车 火车都会有一些服务员 那些服务员 都是农村来的 妙宁女子 大概18 19岁左右 见美这样子 然后作为他的一个服务员 好 那毛泽东 当然就很快乐了 因为在火车上 有这么多的妙宁女子陪 他又可以坐在火车头那边 看他的美丽的风景 好 开始视察的时候呢 他们地方官就是 火车还没到 就在那个铁轨的附近 就把所有的稻米 从别的县或是别的省 就跌起来啊 就把它栽在那个地方 所以毛泽东的火车一直走过去 到处都一片黄层层的 丰收的稻米 这真的是漆上满下 就是这样子 对 他的火车走到哪里 你看 你看到他这个照片 现在的图片里面 他去看了 其实密度太高 毛泽东是 他农村里面出生的 密度这么高 而且长这么大 很有问题嘛 好 可是呢 所有人都在瞒他 他总觉得 怎么可能呢 当时有事之事 已经在暗示他不对了 他不相信 一直不相信 有一天啊 这是他的私人医生 叫李治衰的回忆录 所写的 他有做笔记的习惯 写得非常清楚 他都有一天 毛泽东在吃饭 因为他们的领导人 也都是配籍的 那他在吃的时候 他总觉得 他的牛 他的猪肉 因为毛泽东喜欢吃肥肉 他的猪肉怎么越来越少 肥肉都也越来越少 他就一直怀疑 他的厨子偷吃他的肉 哎呦 这么大胆啊 嚷他的肉啊 对 他就一直怀疑 这个时候 可是没有人敢说实话 有一天毛泽东耐不住了 因为他觉得 他的份额怎么越来越少 他就跑到厨房去看 他一看 吓住了 原来厨子把他的配额 也给毛泽东吃了 这个时候毛泽东才真正发现 惨了 严重了 都是假的 连他这么重要的人的配籍都少了 那这个时候表示 情况非常严重 他才要开始去纠正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原来是这样 逼不到最后关头才发现 但是我们今天有邱老师 当然问一下 我们要说啊 这种讲口号 但是做不到的事情 其实全世界都一样 美国啊 台湾也是啊 常常有的嘛 喊口号谁不会喊 反正做不到再说嘛 但以前在古代的时候 最经典的皇帝交办你的事 你敢做不到吗 还真的有啊 我们就问邱老师 没有错 这个人不但做不到 而且还搞出个大乱子出来 刚刚我们跟辣老师刚刚讲说 这个大家去骗毛泽东嘛 对不对 这一次的话 是清代的一个总督 一个总督 跑去骗了皇帝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更大 这个事情更大 因为现在骗毛泽东 搞不好的话 搞不好劳改而已嘛 对不对 骗皇帝的话 这要啥头的 没错啊 这个事情的话怎么回事呢 各位应该知道 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 在西元1851年到 这个西元1864年的时候 中国有个大乱子 叫做太平天国 大家知道了 那太平天国 闹了13年 那死了几千万人 因为据个统计资料讲说 大概是2000多万人 到5000多万人的人死掉 那为什么会搞 这么大个乱人出来 而且太平天国的发生地点 在这个广西这个地方 广西到广东 从广东 再到这个安徽福建这个地方 后来整个地方这个遍地的蜂拥起来 就革命这样子的 那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一个总督 给搞出来了 怎么了 那这个总督是梁光总督 他的名字叫做徐广进 那这个徐广进很有趣 其实徐广进 照理讲他是个好人 因为他曾经跟林哲徐 一起跑去禁烟 所以后来林哲徐下台以后 就换了徐广进 去跟梁光总督去接任 对不对 那他一接任梁光总督以后的话 你知道星光上任三把火 就想要好好的整顿一下他的省份 然后希望给皇帝个好印象 当时他就给这个皇帝上了个奏折 跟这个皇帝 跟道光皇帝讲说 给我三年时间 我呢 我可以帮这个仰广地区 创造这个所谓的那个什么 稻田百万亩 然后这个商蝉 就是那个商树 養蝉那个商树 就是百万寝 而且可以这个 这个养活百万人 逐国家三年之用 这个事情 这个讲的是很满的一句话 为什么 因为那个年代里面 你要知道 当时中国才刚刚打完鸦片战争 国家穷得不得了 所以道光皇帝听完一讲之后 哇 这是好乖好乖好乖 为什么呢 马上就要办 马上就是马上给他升官 那这个徐广进 这个事情干了以后的话 这个话一讲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到 跟皇帝这样讲 怎么办 那每年要缴税 当时他所主导这个梁光地区 一年才找69万两的银子而已 那当年的话 据说邻近省份的话 一年是缴300多万两的银子 他为了要证实说 我的税收做得很好 是怎么办呢 他就把当年的农户都找来 把这个商人都找来 跟他们讲说 你们明年税借我一下 后年税也借我一下 意思说 还可以预支 预支明年的税 可是问一件事 你是一个这个商人 你是一个什么 那个重点 你干嘛去缴明年的税呢 所以总统讲说 这样好了 你先缴税 我可以打八折 那个时候就有先负大量的 还比较划算的这种概念 你先预缴嘛 原来是他先开始的 他先开始 你可以学一学 真的 这个钱当然交给他 以外就把钱都上缴去了 然后你看 这个办得好 你看钱这么多 代表你国家管得很好 但是有人还是不信 谁不信呢 当时这样子的 预支代付不太信 为什么呢 因为广西广东 像当时这个穷省份 怎么可能一下子 多多钱出来 所以当时的话 他们有预支的话 就称为巡岸御史 这个官称为巡岸御史 这个巡岸御史 就有点类似 我们所讲的 那个当年那个谁 那个包龙心 跟那个八府巡岸差不多的 那这个巡岸御史呢 就下去查了 他这个案子 那个总统一看说 哇糟糕 这个来查这个查 到底有没有这个 增加生产这样子的 他立刻下令呢 巡岸御史的官船 因为他船船来的 这个顺着这个运河 一路往下走 到那个梁广这个地区的时候 这个总督讲说 来来来 把河旁边的所有的田 通通拿那个布 给我围起来 那不跟刚刚那个抽市 叠道米一样啊 而且呢 这是往来更大一点 那个布围起来 下面写两个字 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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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了就信啊 这样子也行 那通通围围起来以后的话 下一步怎么办知道吗 那这个御史还是不太信 写桑田真的是桑田吗 他就想下船去看一下 一下船去看的话 没想到当场 那怕冲出来数百个人这样子的 跟娜老师讲的一样 当地的农户知道吧 夹到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一直到来 然后他就喝酒去了 喝酒去了 你就喝啦 当然把他灌醉啊 要不然回去看怎么办 所以当地的这个农民 就跑出来 都会拉他喝酒了 那找几个健美的这个 这也太有对策了吧 这个农户来陪他这样子 怎么都有健美的这种人事 有的玩 半天有的喝 都每个时代都一样 他就不查了 所以这个人后来回去讲说 果然办得好 那这个事情的话后来搞就很大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叫做徐广基这个人 是西元1848年干梁广总督的 那太平天国之乱 是西元1851年开始乱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方法其实还蛮下嘛 干的蛮好的 可是后来出了个乱子 就是两年后 就在太平天国前的一年 那个时候梁广闹水灾了 那闹水灾以后的话 这天灾嘛 照理讲的话上报给皇帝 刚才讲说 你要拨一点这个赠灾款 跟克力宾一样 对不对 这个我们要食物 要饮两 结果皇帝看来也讲说 不对啊 你不是这个舍分治理的很好吗 你有钱啊 你自己搞就好了 所以意思说 他之前的话 缴很多税嘛 对不对 所以皇帝跟他讲说 那你就自己搞一搞就好了 我国家不用给你钱了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 梁广地区没有钱可以赠灾 民乱因此的开始 七上满下 最后产能是谁 产能是一般老百姓 那官都没事 是这样子的 所以真的叫做自作孽不可 我反而害死了所有的人啊 先请大家稍后片个广告回来 要带大家 君武大官员一下去看看 美国最新的航空母舰福特号 要跟中国的辽宁号比一比 是不是真的是天差地远 没得比呢 待会回来 好 美国最强的这一个 航空母舰福特号 已经下好水呢 也敲破了这个酒瓶 预计在2016年开始呢 就要正式的服役 继续帮助呢 这个亚美利舰 就是美国 维持他们在全球 海上霸主的一个地位啊 所以呢 过去呢 我们在这个好莱坞电影里面 有看过的这种无人机啊 就搭随着这个航空母舰 直接飞上天 一起出去作战的情节 在福特号的上面 也会实现哦 讲的是哪部电影呢 我们先一起来回顾片段 计划 Talent 2, Airborne Talent 3, Airborne Talent 3, Airborne 非常壯觀 我們曾經介紹過這一艘福特號 強調的是它在彈跳甲板上面 是用電磁式的一個劃時代的優勢 但其實看到了不止如此 包括它艦上所有能載的這些東西 不管有人的沒有人的 都會是展現了它一個非常強大的戰鬥能力 所以剛剛電影裡面看到的那些無人飛機 先進的這些飛機 難道真的在福特號都要實現了嗎 夏威 這次這個福特號下水 的確它上面這個可以搭載的艦載機 看它自己本身所配備的這些東西 的確是就航空母艦的發展進程來看 是向前跨了一大步 這個船我們看到它在這個月的9號 終於由福特的女兒 把瓶子給敲了 代表這條船我們已經給它命名下水了 有人問說下水了 為什麼要等到後年才能夠服役 對啊 還要等三年啊 對 因為其實造船的工程上來講 它現在從船龍骨開放 你看到它整個建造的過程 就像一塊一塊疊積木這樣疊上去以後 它最後等到船整體做好 它要放到水裡面 放到水裡面其實你看到這個階段呢 船上還有很多這種家具 還沒有裝進去 所以它就在下水以後一些家具 作戰的那個配備啊 包括像那個作戰的系統啊 雷達開始漸漸往上裝 那個要下水之後才能裝 對 那個名稱叫做西裝 西裝 不是我們穿的這個西裝 不是穿的這個啊 它是一個舟字編在一個王羲之的西裝 有專有名詞 對 有專有名詞 然後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航空母艦 它可以說是 為什麼我們剛剛講說 未來五十年大片世界沒敵手 五十年半個世紀啊 對 中國大陸現在好不容易 遼寧號下水 終於以為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這個 美國航空母艦的尾燈啦 結果這個福特號下水 補一個對不對 為什麼 沒了 又沒了 又被拉開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條船 它的EA18 這個是用超級大狂風的機身 去做的一款新的電燈機 這個飛機多厲害 我跟你講 它跑來台灣 在附近如果干擾我們電視台 從台北到台中的電視 都可以給它搞花掉 蛤 就一架這個飛機 就可以把它搞掉 訊號就被干擾掉 對 全部台北到台中電視 全部可以給它搞花掉 這麼毒啊 沒問題的 另外像C-2A 這個老的運輸機 我們以前去航空母艦 參訪的時候對不對 採訪就坐這個飛機 然後就像那個 一般的戰鬥機一樣起這樣 很過癮 但是未來這個飛機要換掉 換成MV-22 就是那個魚鷹 因為 因為 因為什麼呢 因為F-35 因為它的關係 所以這也要一起換掉 對 因為F-35是美國最新的 這個艦載機 我們知道它可以逆蹤 對不對 我看得到你 你看不到我 那誰跟你打 但是它的後勤上有個問題 美國的航空母艦 因為它是全球佈局 所以呢 就是說它的這個料件 也是要能夠全球供應 例如你如果F-35的發動機 壞了 在船上不能修了 那你這架飛機 不就盪在那了嗎 那你一定要從路上 找一顆新的發動機 運上來 運上來要靠什麼 要靠運輸機 過去這個C-2它可以運 目前你看到上面 所有飛機的發動機 唯獨F-35的 就是運不了這個 對 所以被破壞換掉了 所以想像美國航空母艦 體驗戰機起降的 這幾年要趕快想辦法 真的啊 不然等到 以後沒有啦 以後就沒有啦 另外像這個新的 反潛直升機 也是要去抓這個 戰鬥群內圍的這些潛艇 最後最後 最值得大輸特輸的 就是這個X-4GB 就是無人機 機戰未來 你看 就剛剛電影演的 那真的要成真 對 因為你看它這個飛機起飛 你看就像現在畫面上來講 它是一架無人的戰鬥機 所以呢 它這個飛機 可以起飛以後 深入敵境去攻擊 人家說 你老共有這個東風21D 對不對 準備可以打美國的航空母艦 但是我們知道 中國大陸它現在整個 關通系統對不對 它能夠打到它近海的 美國航空母艦 我們相信絕對辦得到 但如果這個航空母艦 跑到這個遠洋大海上 對不起啊 它也找不到 所以這個時候呢 美國的X-47B 對不對 它的這個航程 就可以從航空母艦上先起飛 飛到大陸的這個東南省份 去找出這些東風21D的位置 然後把它摧毀 這樣 先聲奪人就對了 先發制 你就不能奈我核了吧 所以你看 這整個航空母艦 我們剛剛講到 新的核燃料的那個核子反應器 新的彈射器 新的艦載機組合 包括它甚至於 連它自己本身的自衛武器 也都有一些改進 比如說用到美國現在 最新的海公洋飛彈啦 先進海麻雀啦 等等 方針快炮等等這些 都是最新的配備 然後另外 其實你還要注意到 它整個艦島也有一些改變 它那個艦島 就是我們講到這個指揮塔 上面它有一些做一些改變 讓它變得比較小 而且它的外型 做得比較那個 有逆蹤的這個外型 讓它在整個船上 這個部分的那個反射解面器 可以減小一些 可以讓這個船的尺寸 在雷達上看 稍微縮小一點 會誤解以為說 它可能原本以為 它是一個很大的航空母艦 可能在雷達上看 可能只是一個 兩棲攻擊艦等等 這樣的這個 這麼樣強大的一個效能 但是我們就講 剛剛的校尾有講到 就是中國大陸好不容易 一心想要超音趕美的中國大陸 也有航空母艦遼寧號 但是呢 如果兩邊比一比的話 好像又沒得比 而且就連他們自己中國大陸的這個軍事記者 軍事專家呢 好像是給自己打臉 為什麼他們自己承認 好像一落後 兩艘劍比一比的話 有30年以上的差距 這樣子打臉可以嗎 校尾隊 甚至我覺得30年可能都還不值 還不夠啊 對啊 因為為什麼你看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表 我們就像這個 某個日報一樣 我最喜歡這個勝負表 勝負表 你看第一 航艦的持續力 剛剛講過 因為它不用換 對 50年 50年 然後艦載機種類 你看看 這個美國的艦載機 你看我們剛剛講到那些 一圈 F-18 EA-18 然後那個是F-35 X-47B 然後那個運輸機 預警機等等 那遼寧號呢 目前來看 就是那個殲-15 加上那個卡32 或它的那個 預警機跟那個 反潛直升機兩種 就這簡單 兩種非常簡單 也很簡單 所以那當然 伏特號也大勝 對 護航艦的種類 現在中國大陸雖然我們前面講 中國大陸的現在軍艦 啪啪啪 像下水餃一樣 數量很多 但是美國現在 為了 福特號等於說 為了它下一代的 航空母艦的打擊群 它研發了很多新的武器 包括我們上次講過的 DDG1000 對不對 我們上次講過 又有電磁炮啦 又有這種各種的性能力 就可以來保護福特號就是 對 另外 其實美國除了 因為那個諸瓦特爾 也就是DDG1000貴 所以它造的少 那另外呢 美國它為了要 擬補這個問題 所以它把它們現在 還在那個建造中的一種驅逐艦 叫博克 博克的第三P4以後 他們做了很大的一個改良 就要把原來的那個 就是平面陣列相位雷達 它裝了兩套 一套呢 是專門用來找那個彈道飛彈的 一套是專門用來防空的 所以呢 它的這個防空能力又大勝 哇 又贏啊 都是大勝啊 不是勝而已啊 而且美國還有維吉尼亞級前艦 記得吧 我們上禮拜講過 一大堆維吉尼亞 那就是大勝 另外艦載機的起飛方式 那更不用講了 那個遼寧號是滑跳 滑跳上去對不對 沒錯 它還沒有彈射的 油彈又不夠 對不對 那美國現在 不能再太重 對 現在對不起啊 美國現在不但是 用彈射的方式 現在已經還搞到電磁彈射 對不對 它是速度更快 效能更好 又勝 然後傳上新式武器 我們剛剛不要講了 對 一大堆新的東西都撞到上面 所以這樣30年是追不上了 我覺得30年很辛苦了 我剛剛不是已經講了嗎 現在 他也才做50年的服役的一起 現在 現在那個大陸 好不容易看到美國航空機的尾燈 之下 捕捕幾雷又已經看不到眼了 對 所以呢 這個不能否認啊 美國人啊真的 雖然他們現在好像國家呢 比較財政窘境一點 但是在打造這種先進科技 還是領先的 那如果要拼海上霸主呢 一時半刻短時間內 拼不過美國人的話 那怎麼辦 我們改成做海上研究 投資這個研究事業總可以了吧 這邊呢要講的就是呢 我們在地球大家都知道 地球的面積其實呢 百分之70都是水土地 只有百分之30 所以就有一個法國 從法國這邊就做一個投資 要打造一個造型非常酷炫又科幻的 海洋實驗室 差別就差在可以全天候 24小時的研究大海 因為這個大海其實受限在科技的關係 人類現在對海洋的了解 其實並不是那麼透徹 是這樣的校成科 對沒有錯 雖然大海我們摸得到有沒有 然後看得到 但是其實我們對於海洋 所知道的一些資訊 其實是不夠的 非常少 那為了要能夠讓大家知道 到底我們的海洋裡面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一個生物啊 包括就是說 它跟我們整個的地球上面的大氣 到底有怎麼樣的互動影響 所以呢現在目前 就是美國的航太總署 跟歐洲的航太總署 現在他們就聯手了 在明年5月份的時候 赤資15.5億台幣 打造一個浮動型的一個 海洋實驗室 就像剛剛造型看到的那個 哇 那個遠看會以為 好像也是個外星人 超科技的超乎 我們現代想像的 這樣子的實驗室 真的啊 因為這個黃海號有沒有 它現在目前就是交給一個 法國的一個海事建築師 非常有名的海事建築師 叫它由它這邊來打造 那它總共的話 大概有差不多1000噸 那未來它如果造成了之後呢 它在海面上面是27公尺 你就知道很高 27公尺 對 27公尺 然後它在海面下的時候有沒有 有很多的實驗室 是深海水以下的話 大概31公尺 那好像放一個超級豪華大樓在海上 是 所以我們過去所看到的一個 那個像很多科幻片 包括什麼007有沒有 所以講到海底層有沒有 其實它的規模就很像 道理就像了 非常非常像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樣的情況 有沒有想到 過去有 我記得好像去年有部電影有沒有 叫做什麼超級戰艦 超級戰艦 你說外星人的那個 我覺得它可能就是看著電影要學的 怎麼那麼像 剽竊外星人那樣的想法這樣子 那不管怎麼樣來講的話 這個實驗室的話 它本身來講 它最了不起的地方在哪裡 它除了容納22位的 這樣子的研究的學者之外 它用的是什麼 環保燃料 什麼叫環保燃料 它是用我們海洋的洋流的方式 產生動能 來推進它 所以它還不會花費任何這種污染呢 製造任何污染 對 還有另外一種是什麼 我們就有風力對不對 我們有太陽能 它其實有沒有 除了洋流這個方面的 增加它的一個動力之外 它還可以使用 我們剛剛講的風力 還有包括太陽能這些 這樣子的一個 那就是源源不絕啦 真的是 對 所以未來的話 希望就是說 明天它可以動工 動工完之後 它主要的任務有沒有 基本上就很簡單 就我剛剛前面講 了解整個大氣狀態 另外就是要了解我們海洋裡面 到底有些什麼樣子的一些 生物啊 還有一些什麼礦物物質這樣子 另外一個是什麼 就是剛剛前面講到 因為它是 美國跟歐洲的航太總署 合力建造的 所以它也可以拿來作為 訓練太空人用 都可以用啊 真的是還蠻方便 不過不只啦 是這個一望無際的大海 茫茫的大海要做實驗 其實就算人的歷史呢 也是要經過科學 一再的一個驗證 才能夠還原真相 還記得我們昨天節目就討論 中國大陸證實了 這個三國時代的大蕭雄 曹操他的聲勢之後 下一個被點到名的是誰咧 不是別人 就是偉大的智順先師孔子啊 不只如此 孔子之後還要再把以前 三皇五帝時期 姚順語湯等等 一個一個的考下去 要查證出來 到底是有沒有真有其人 還是是假的 就是以後要顛覆以前的歷史 通通都被點到名 連孔夫子都要被點名 邱老師怎麼看 首先我們第一個對象是孔子 孔子應該沒問題啦 因為孔子真有其人 那孔子檢查完以後的話 第二步他要檢查姚順語湯 像你剛剛講 三皇五帝一個一個 通過拉出來檢查 結果這個消息一出來以後 這個中國那邊的網友呢 後來就有一個回想出現了 他說你吃飽太鹹了 為什麼 因為那些三皇五帝都死那麼久了 你幹嘛還把他們一個一個 通過拉起來檢查 浪費國家資源 你要把他挖出來幹嘛 對啊 那個很多餘的事情 這是很多人的看法 但是呢 這個事情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在我的看法裡面 其實上海富丹大學歷史系 他其實兼具了一個 背後一個非常深層的任務 在背後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的目的 事實上想要證實說 到底在歷史上面 有沒有這個謠 有沒有順 有沒有語 像這種人 我們歷史課本都有講 都有教 那很奇怪的是 歷史課本既然有寫了 你幹嘛還要利用這個DNA科技 來鑑定說 到底有沒有這種這些人存在呢 對啊 那問題在這個地方 因為在民國12年的時候 在歷史學上有一件大事 在那一年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年輕的年輕人 叫做顧潔剛 那這個顧潔剛呢 他寫了一封信 給一個當時一個歷史學大師 叫做錢玄彤 錢賓寺 那就跟他討論 有關於這一位 有關於老子 到底的出生時代 是什麼樣的時代的人 的事情 那這個討論 就是說一發不可收拾 這樣子的 就是從老子討論到莊子 從莊子討論到孔子 從孔子到孟子 到最後往上一直拉 拉到最後的話 連那個什麼姚舜 雨湯 上完武力 全部都拉出來討論 那這個事情搞得非常非常大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討論這個 老子的時候 大家蠻理性的 討論莊子的時候 OK 沒問題 討論孔子的話 自稱先師嘛 大家基本上都在心懷尊敬 這樣子的 那討論到雨的時候 討論到姚的時候的話 大家就不客氣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顧潔剛 就明講說 這個雨 大雨 是一條蟲 大雨是一條蟲 那大雨是一條蟲 那基本上我們的祖先是一條蟲 就是要治水的那個大雨 對 治水那個大雨 三過家門不入的大雨 我們認為那個大雨 應該是個偉大的人物 怎麼是一條蟲呢 那他怎麼治水 他的理由是說 大雨事實上只是 一個旗子上面的一個符號而已 而他被女人化成一個人 那顧潔剛才意思說 只要是那個什麼 那個商湯之前的人 說姚順雨 不管是有朝是歲人士 什麼那些什麼皇帝那些人 全部都是所謂的一個 部落的一個符號而已 不是真有這個人的 所以我們被騙 所以說我們 他那個事情 簡直是顛覆歷史 對不對 這個事情搞得非常非常大 那我剛剛講這個事情 大雨是一條蟲 我想可能各位觀眾 聽到我講的時候 可能會有疑問說 邱小青有亂說這樣子的 那告訴各位 我有證據 你看到沒有 這本書 我特意把書帶來了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古史辨》 它總共有七大冊 另外六冊懶得搬得 太重了 這是我哪一本最薄一本來這樣子的 它的厚度這麼厚 那翻開以後的話 裡面密密麻麻 都是字這樣子的 全部都是字 那這個就是當年 他們這個所謂的在搞 這個懷疑上古史的時候 以顧捷剛為首的那一批 這個歷史學家 他們在報紙上面 跟他打筆仗的文章 那最後的話 就說成成這個七大字的書 成為所謂的《古史辨證書》 而且在歷史學裡面有一個學派 叫做所謂的疑古派 那這個事情本來一開始只是一個理性討論而已 可是後來又搞出更大的事情出來 啥事呢 這個顧捷剛同時也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委員 商務印書館 當然不是台灣的商務印書館 台灣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 那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委員顧捷剛 那當時顧捷剛因為自己是懷疑上古史嘛 對不對 所以後來顧捷剛還當時負責編中學用本國史教科書 那他自己是懷疑上古史的 那他就不會把這寫進去 他當然是寫說這是假的嘛對不對 那還得了 一寫有的話出問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把它編到教科書裡面去 書也發出去 他告訴大家大雨是條草 就是把上古史完全推翻掉 所以據說當年的那個山東省的這個 教育廳長 當時就直接在國會裡面 就是指控這個商務印書館 順便把顧捷剛的這個過測給拉進去 而且到最後的話整件事情還鬧進了國會 落進了當時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最高的單位裡面去 那最後的話 當時的國務議會裁決說 這個商務印書館要亂編書 那你印了這個書的話要罰款 怎麼罰款呢 那個一本書罰一銀元 那這個當時教育部就問說 那你印了多少本書啊 他講說我印了16萬本 結果當場上海商務印書館 當場被罰了16萬銀元 而且還沒有結束 下一步是呢 你已經印出來書還沒發出去的 全部堆起來 在哪知道嗎 就在上海印書館的門口 像是當年秦始皇焚書坑爐一樣 要燒掉 那這個事情搞得非常非常大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是所謂的這個 支持上古史 跟現在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反對人的雙方的這個競爭 這也是為什麼說 這一次的上海復旦大學 他們想要證實說 真的有羽這個人 真的有這個姚這個人 真的有這個皇帝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的話 才可以讓這個古代史 比較完整一點吧 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就是要靠現代的科技 看能不能夠證明過去的一個歷史了 先請大家稍後片刻 我們還要回來要告訴大家 看完歷史 我們要上數學 我們用最簡單的數學公司 幫大家來算一算 到底呢 你如果到了中國大陸 會不會被人家稱為一個土豪哥啊 馬上回來 如果有很多金的話 在中國呢 現在的流行呢 就是稱你這個人叫土豪 但是土豪土豪 要用說的很簡單 到底怎麼樣才可以達到標準 變成一個名正其言順的 貨真價實的土豪呢 現在中國大陸啊 因為我這種網站啊很無聊啊 他就用數學公式的方式 列出了一個公式 告訴大家 你只要把你的資料上面填一填啊 算一算之後 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土豪囉 所以這一定要問孝誠哥 對啊 在講到有關土豪之前的時候 在座我們所有人 大概只有賴教授有辦法呢 達到土豪這樣的身價 邱老師說他也可以啦 真的嗎 邱老師好像也有這樣子 其實你也是啊 我啊 先算 先算 我是土豪比較多 對 在大陸上面這麼一個網站 他是這個樣子 他說 你要怎麼讓你自己知道 你是不是土豪 有一個公式 公式呢 就一減掉有沒有 我們看收入在下面對不對 然後呢 除以體面開支 這指的是什麼 你的食衣住行育樂 就是說 假若你是有租金的啊 或者是什麼 你一個月大家要吃多少錢 這樣子 全部把它放在這裡面 叫體面開支 花掉了多少錢 最後的結果有沒有 就是你的體面指數 那這個體面指數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分數的標準啊 就是如果說你的得到的後面 這樣子的一個分數 是大於0.7的話 你就是土豪了 這樣子 這樣子啊 開什麼玩笑 你像我們賴教授 有可能就前面還 再加兩個字 怎麼了 超級土豪 有這麼樣子 有道理啊 對 所以我們就剛才解釋一下 假如說你看 一一減掉 假如你一個月的收入 它這個是用人民幣算了 5萬塊的人幣 其實也不少了對不對 但是呢 你很會花 你就花掉了4.6萬元的話 你最後結論得到的數字 0.08嘛 0.08的話 是不是大於0. 你看吧 你土豪有小於0.7 那你小於0.7的話 這完全就不是土豪啊 你剛剛講到大於0.7啊 這是0.0幾啊 這0.08的話 所以不是說你花掉的生活娛樂開銷多 就代表是你土豪 對 其實就是你的收入要 太大 就是你的收入底值要很厚 那真的要大於是 要能厚到有沒有 開最新型的賓士車有沒有 這有道理哦 開什麼玩笑 像我的話有沒有 最多就是馬特拉有沒有 弄死沒賣 我們只能做這種車子的話 所以呢 你要碰到這種情況的話 如果是0.08的話 賴教授你為什麼在用計算機啊 我沒有 沒有在算 你就很遙遠 對不對 我就知道你很窮 我是啊 我跟你一样 我差不多就是这个0.08 怎么的 这样子的数据啊 我大概只有0.01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两个知道 就是投靠我们赖教授 所以我们两个完全没有办法 体会到底土豪是什么样的意义 当然没有错 我都跟你讲说 为什么就是说 我一直在看着我们的赖教授 你知道吗 我一直看着他 终于有一天 他会提网我们两个人 可是你比较像土豪啊 你比较像土豪啊 真的 我比较像土豪 你手上的笔 跟你的那个表都很像 没有错 那个穷教授的教授穷 现在是讨论大家是不是土豪的问题 反正我们公式教大家怎么算了 没有关系 你看 瑞德哥都不讲话 对 听你们来我简直是一级平复 真的 原来如此啊 我做报酬登的不知道是谁啊 好好害啊 我跟你讲 我无知土豪啊 我做都了解当猎生 真的好 报纸乱行 报纸乱行 赖教授才是漏网之语啊 没写到就是了 没写大咖 好 真正大咖在这里 录完之后大家再来吵 大家也可以自己拿笔来算一算 看到底谁是真的土豪啊 下次再见